傻子是被洗腦成功了 他說無所謂 其實確實是無所謂 大家開心就好 你要說我真的哪做錯了 你罵我我真的認 我沒有做錯 就很冤感覺 真正走進小園子 那個時候才開始覺得特別開心 就是因為那個時候自己什麼都不會 然後頭一次讓觀眾喊 再來一個 沒有很多女孩去聽 來我們端音社聽相聲 大多數都是大哥呀 三四十歲的都有 那次喊的就是一個 聽起來是一個特別壯的壯漢 那個時候感覺特別開心 我覺得你們在明知顧問的感覺 就是傻子傻子傻子 我對於我自己 我還真沒想過自己真正的三個關鍵詞是什麼 比如說我挺悶的 我真的特別悶 極其內向 我自己是這麼認為的 但是我身邊朋友我就不知道了 因為確實有的時候 就是根本沒有那麼 就剛剛見面 或者是就可能說見過兩三次的 我都沒有 就是像大家看到我在台上的那種樣子 我會悶一點 在家裏面也不愛說話 什麼時候開始被貼上這個表現的了 或者說因為什麼 我自己認為就是我自己曾經刻過話筒 我自己認為就是我自己曾經刻過話筒 因為所有演員都會調話筒 你只有我刻了話筒 你只有我刻了話筒 我想證明我自己是個傻子 不是 我想證明我自己是個聰明人 真的嗎 這跟自己說的傻子咋的呢 聰明人 對 因為有的時候走在大街上 別人不知道你 不會有時候不叫你家 秦小賢 老秦 哎傻子 你這種感覺還挺奇怪的 啊 但是反正也是習慣 但是開心就好了 上學的時候聽到富二代 就是啃老的意思 就這對於我來說不是一個 好的詞 就是挺貶義的 我不喜歡這個詞 所以我在努力的自己工作 我也沒有說 其實很簡單 就是如果我真的是富二代 我真的就回去繼承我爸的家業了 所以我沒有必要出來 我就還得工作 我幹嘛呀 我知道可能看我的歲數可能都偏小一些 慢慢來嘛 因為我對於我自己現在的作品可能不 我不認可 就是可能覺得 因為像你真的說我們唱歌 人有專業唱歌 表演 人有專業能不能表演 我們是說像 原來肯定 肯定是沒有人覺得 這個像是演員長得真帥 我一定要過去看的 沒有 現在有了以後呢 我希望慢慢大家就慢慢轉變吧 這個肯定是有過程的 我一直說的就是話是什麼呢 就是我等你們長大 你們看我成長 現在粉絲這麼多之後 就是你會覺得說自己生活中一些行為會受到影響嗎 這個太會了 真的有很多人會影響到我們的生活 這個真的很討厭 就我不知道別人的狀態 我真的是特別討厭 真的就真的在家門口等 這個不開心 這個真的是不開心 就是你可以監督我們藝人的品德有沒有問題 但是你沒有辦法去監督我們的私生活是什麼樣子 你要說我真的哪做錯 你罵我我真的忍 我沒有做錯 就很冤感覺 就這種感覺真的挺冤的 很多事就是太多了 今天穿這衣服也錯了 跟這個同事走太近也錯了 我聽 這個我真的聽 其實真正意識到這個時候真的是他們 因為這個對於我覺得這是良性攻擊 跟惡性攻擊不是一個回事 就是良性攻擊 他在提醒我 你現在這麼活 我覺得就是只要可能有人認為 秦耀賢的業務能力差 那我就是差 那我就去學 這是我覺得我們作為藝人來說應該去做的事情 很多師哥去教這個行業你要慢慢走 要把每一步走穩了 等到到時候你真的要火的時候 你能接得住自己 當然是這種速度 就這種速度讓我 就是為什麼會覺得自己可能會有壓力 就是因為自己也明白 可能自己有的時候會害怕 等真正到了這個高度的時候 自己可能接不住自己 所以也是很擔心這個 每天也盡可能地去讓自己知道的東西越來越多 去學一些我原來沒有學過的東西 你這樣 你現在會就這個問題會有焦慮 對會有真的會有焦慮 因為確實太快了 你的目標是誰呢 就是如果說朝著一個榜樣 榜樣就是樂歌 就是它不管是出去拍電影也好 做綜藝也好 回來說相當的時候 我們大家再去看樂歌的節目還是好 我們還是覺得就是可樂 就連後台都覺得特別可樂 就還是這句話 就是我終有一天會老 可能現在 趁年輕 我也覺得自己長得挺好看的 兩年以後三年以後 我自己等到自己真的老的時候 也不能說 哎我就是這麼帥 我覺得 什麼什麼歲數 說什麼樣的話 其實很多人就是會調侃你說 就是開著跑車去那個獎項神 然後拿著點工資 現在呀 我特別特別 對於這件事我特別尷尬 就是有時候也挺矛盾的 就是自己是真的喜歡出來 尤其是對跑車呀 我極度喜愛 但是你說 現在時間長了 讓他們弄的 我真說我每天 其實我也曾經想過 我這天天打車上班 就很簡單 我每天打車上班 也行 其實後來想 就不讓他們看見我 看什麼車 我現在 對 我現在就這麼決定了 所以之後 以後可能就看到你打車上班 對 因為你們 打車費你們得給我報啊 他們 Ă 再見 再次 感谢观看